这次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这个华米智能手表的开箱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无聊的开箱吧 这个其实开箱真的是很无聊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人就那么喜欢看开箱的视频 这个包装箱你说它有什么好看 而且很多开箱的视频就不打开的时候 它会但是哔哩哔哩的跟你哔哩半天 这个包装箱啊 这个是什么材质那个什么 它是有个毛用啊 这个东西说实在的你看它嘛 对吧 你这个包装箱再好你拿回家你看嘛 你也就把它打开玩一会就完事了嘛 当然了这个箱已经被我开过了嘛 是昨天我老婆开的 因为在公司里面 我也没看被我老婆打开就充电了 这个东西都无所谓 对我来说开不开箱能有什么 里面不就是一个对吧 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是卡扣式的 手表在我手上戴着 这个充电器是卡扣的 很好的呀 这个东西对吧 这些东西开箱 然后手表嘛 这个手表啊 给大家看一下 整体给我的感觉啊 整体给我的 是卡的 还是他妈挺紧的啊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很多人就是在这又哔哩哔哩的说 这个 呃充电的又不是磁吸的 又是什么什么呢 这些东西你说你充个电 对吧 几天充一回电 你至于 能充就行了 这几百块钱的东西 你还想让它咋的呀 对不对 要求太高啊 你 你这个 八百块钱的东西 你说 你非得要给它五千块钱的要求 那你直接你就 买五千块钱东西就完了呗 太多了 这个要求太高了 这个手表给我的感觉 嗯 照片上比照片上要小 比照片上要小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手表 看着好像是侧面很厚 但实际上还好 作为一款 这个造型来说是偏运动的手表 这个造型我还是很喜欢的 我喜欢这种造型 运动式的 那种指针式的 装逼范的手表 我特别讨厌 很多人戴着那种手表 我不喜欢 大家看一下 跟这个我这个非 非三对比一下 你看实际上并不大 非三我就觉得 这个表 带在手上就是挺 挺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它并不大 这个厚度 非三的厚度 对吧 这样的感觉 而且这个表的显示效果 你看 非三是 是那种自然反射的 它不需要去背光的 这个是 这个屏幕是需要背光的 而且它 它是有亮屏 非常明显 感觉很好 戴的 戴上 在手上 这个手表 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它 戴在手上的时候 非常舒服 就感觉没有戴一样的 这个有点像 这个小米手表的 青春版的那种 佩戴感觉 那个手表 我之前也有过一个 但是我戴了一段时间 就把它除掉了 但是那个手表戴起来 也确实是 没有什么 佩戴感 基本上跟戴手环的感觉 是一样的 但是 那个手表 给我的感觉 它 仅仅是 那一个优点 剩下的 没有任何我喜欢的地方 这个东西 可以扔掉了 然后 我们来看 它的功能 表盘 它这边有很多表盘 我们按一下 这个按键 刚才是抬手亮屏 按一下按键 你看这个指针在动 现在我们就是 已经在激活 它的一个界面 上滑 就是进入 一个状态 这个实际上 背景是一个天气的 一个状态 今天外面是晴天 它就是蓝天白云 有一个太阳 如果要是阴天的话 它会随着 这个 随着这个 天气的变化 它会显示 实时的显示 然后这边有一些 按钮 什么污染模式 飞行模式 音量 设置 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 然后下滑是通知 我这边 有很多通知 在这边 闲鱼上面 我刮了两个东西 他们总来问家 好 左滑 这个应该是 可以就是 一个声控的任务 发任务的一个界面 这个没有连手机 右滑 这个是可以设置的 可以在手表上设置一些 快捷 比方说支付宝 电话之类的 然后 再过来 就是 一些 它的自己的 带一些应用 它这个应用呢 你不能随便的去添加 它给你添加了一些应用 在那边 不过我觉得够用吧 其实一个手表 对吧 对于我来说 首先 第一就是看时间 第二呢 说实在一会儿 我再 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需求啊 跟别人 跟大多数人不太一样 然后这个健康 就是今天你走了多少步 昨天喝多了 就刚起床了 对吧 走这么多步 也算不错了 心率就不用说了 心率就是心率了嘛 自催了一下 还可以吧 跟我这个 飞三的那个心率带绑 还可以 就是 这种心率的测试呢 它 就是缺点 就是在实时的检测上面 要差一些 所以说 不适合跑步 任何这种 都不适合跑步 非常慢 显示的 不适合运动 所用 比方说 尤其是在做 那个 一些 有氧的 或者无咬 运动的时候 你是需要实时去 监测你的心跳 来配合 这个是不适合的 还是要带 心率带吧 但是日常的话 测心率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心脏病 我日常测心率干嘛 然后就是 这个全天心率开关在这儿 我昨天他妈的 昨天找了半天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我说这个东西 心率开关怎么开 在这里 把它开开 好 下一个就是运动 这些其实很平常了 跑步那些八糟的 这两个手环 都有这种功能 那现在 都是很平常的一些 对吧 连这些都没有 现在都不交智能手表 很平常 睡眠嘛 然后运动记录 对吧 想想你也知道 我是没有运动的 昨天晚上就喝酒了 没有运动 支付宝 就是给你个二维码 绑定支付宝 这个在 他这个环米那个手环上 也有这个功能 我之前用过 那个手环 大概两天半 那个万 就是 这次这边就坏掉了 就是这个 跟万代连接的地方 就坏了 我看这个东西 也未必能解释 然后 哎呀 这是 到了 这卡包啊 也没啥用 公交卡 首先我坐公交车就不多 然后 我觉得这公交卡 还是绑在你手机上嘛 当然了 很多小伙伴是 手机上没有这个功能 那你绑在这上面 还是可以的 我没绑 应该可以 我我坐公交 坐地铁 都是用的 那个手机 我手机是米8 挂在那个上面 还是挺方便的 然后米家呢 这一块呢 嗯 昨天 我刚买的时候 我刚买的时候 刚收到的时候 试了一下 只能控制灯光 其他的设备都控制不了 但是呢 今天早上升级了一下 突然接到一个升级 升级了完了以后 我发现这玩意儿 能控制的东西 变多了 包括那个 昨天我试的那个 我那个买的 小米的那个智能插座 就控制不了 今天是能控制了 那今天 控制的插座 可能它是在升级 不断的完善嘛 音乐这一块 手表上的音乐 能干什么用呢 天气 天气并不是实时的 它更新的同步的 这个速度并不是很 很快啊 剩下的都是这些吧 喜马拉雅 可能有的人跑步 会听一些东西 我不会去听东西的 我跑一个小时步 我就 人思绪飘扬啊 我不会去听什么 而且戴个耳机 非常不舒服 而且现在事变上 都是那种 怎么都是那种 耳塞式的 那种耳机 戴着舒服吗 隔绝噪音 你出门 你隔绝个神毛噪音 对不对 你出门在外边 你不能隔绝噪音 这很不安全的 真正想听高音质 回家找个安静的地方 专心的去听 音乐是需要专心的听的 你心不在焉的听 不要听音乐 那是浪费耳朵 搜索地图不能用 基本上 现在我这个 首先它打开就是很慢 然后 这玩意有什么用呢 搜东西都搜不到 然后导航还是怎么 不知道 你看我这个东西 昨天我就跟它 纠结了半天 没有用 没有用 我这个没联网 这个地图就 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反正现在是没有什么用 这个 小米电视我家没有 不知道 设置里面 然后连接设置 这里面可以连WiFi WiFi好像就是升级的时候 它会连WiFi 然后有个蓝牙的这个连接 诶 这个WiFi 我现在给它连一下试试呗 算了 就蓝牙的外设呢 可能它是连一些 蓝牙耳机什么的 我还没试过 但是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用 蓝牙的新绿带 这个如果是能用蓝牙的新绿带 那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 那 跑步的时候还是能用的 现在 跑步还是要用这个讲话 这个东西 飞三嘛 跑步运动啊 绝对是很 很牛叉的啊 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训练 包括一些数据 步伐 不平 包括 很多吧 这些专业类的数据 确实能够给你矫正你的跑姿 矫正 一些不良的运动习惯 这个表我已经待了很长时间 非常好 非常好 通用设置里边 是接 知识 污染模式 这些在上面的那个快捷 里面都有 快捷设置里都有 然后 偏好设置 双击屏幕结束 其实你去台湾亮屏就行了 别省电 就这表 很多人 哎 我想要让它待机多少天 有必要吗 你四天三天冲一回 跟你一周冲一回 你说冲个电费多大个劲呢 我就觉得这个表 如果它能够做到这个半个小时充满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当然它现在肯定还是做不到 我觉得半个小时充满 每天早上起来 我去洗澡的时候 对不对 刷牙的时候 我把它放到一边充电 充完电 哎 就好了 充满了 我就带上了 这样就好 还有什么 污染模式 表盘 对 来看看表盘吧 这个是一个 这个在安全里面 在这就是找手机 数据 同步数据 不知道都同步什么 可能是跟APP同步吧 设备 关机 重启 升级 实验室没没没毛用 一件反馈没毛用 关于 跟看 就是我 对这个手表 还有一个最大的需求 跟别人不太一样 因为我看别人说 这个手表很有一个 就是功能很鸡肋啊 就是说 接打电话的这个功能 它可以 跟手机 蓝牙 就是 接打电话 我觉得 觉得这个功能 是最实用的 好像 有一款 叫T什么的 T网车 还是叫什么 那个国材手表 它有这个功能 还有就是那个 苹果 苹果表 也带着这个功能 但是我又 我早就 抛弃了苹果 我觉得苹果 现在没有什么 对吧 从苹果一代 一直用到苹果7 之后我就 彻底的 把苹果抛弃了 现在除了手里边 有两个iPad和一个那个MacBook以外 其他的苹果的东西我基本上都不用了 然后 这个 就是打电话 接打电话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方便 但是这个 因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 比方说骑自行车呀 甚至啊 就比方说 手里边就是 就是上班走路 或者手机揣兜里 或者怎么样 电话 电话一来 你再拿手机呀 这很 很麻烦的 而且我就觉得很麻烦 这个事 然后 尤其开车的时候也是 然后这边 电话一来 邦当 用手表一接 然后贴在耳朵上 也挺 很好 但是这个声音太小了 可以做的再大一点 对吧 什么扰民呢 什么 这个就不要说了 周围有人 说实在的 你不会 就掏手机贴耳子 知道吗 这才是 没人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下 那你这个声音 就可以做的大一点 就像小天才一样吧 其实小天才那手表 我觉得挺好的 我还真想买一块的 但是就是样子不适合 承认戴手 所以我真的想买一块 小天才 电话手表 这个手表呢 我最喜欢的一点 就是 最喜欢它的 一点呢 就是 佩戴的感觉 非常好 没有 就是没有佩戴感觉 就像戴手环一样的 很轻 这个 这个是好 非常好的 然后呢 这个样子 我很喜欢 很多人不喜欢 认为它廉价 我不知道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一个表 800块钱的表 你还想让它怎么不廉价 什么叫廉价 什么叫不廉价 你的身份 难道真的需要一块表来 来台吗 啊 多少钱能台得起你身份 怎么就那么不自信呢 就是表很好 其实我 我最喜欢的是 G-Shack 就是那个卡西欧的 那个手表 我之前有一个挖人 然后还有5600 那挖人被我出掉了 后悔了 然后 那个表就是塑料的 但是戴上去 对我们是年轻人的 我干嘛要戴 那么老气的指针表呢 对吧 当然了 这个表拍也有指针 但是我就很讨厌这个指针 因为所有的这个表 表拍上面也是的 来 演示演示表盘吧 来 长按 就是表盘 这个表盘 是不是 这个 好不好看 你们看呢 然后 这个 这个是他默认的表盘 这个表盘也 我也不太喜欢 然后 就是这个表盘 指针 最讨厌指针 这个不看了 这个也还凑合了 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他 最近这次升级 好像是 多两个动态表盘 就是 很科技感 很强的 这种 他可以动 上面有动 能不能看清 我这录的 然后还有一款 这很骚气啊 我不喜欢这么张扬啊 我这么低调的人 我不太喜欢这种 这种 扫轻 诗族 可以 这表盘还可以 里边 不足吧 就是他微信 不能回复 微信通知 不能回复 然后微信的 那个语音通话 他就连不上 只能是电话 他能够连上 其他的 也没什么吧 这个 这期视频就到这吧 就能够连上 就能够连上